一號一號 穩定球在二壘方向 打給了老戰友郭永文 但沒辦法接到今天阿文的第二支安打 繼續上班又是守名打者安打上籃 公司跟第六局還蠻類似的 就看接下來的打者有沒有辦法串 阿文兩支安打榮譽價拿到了 換上拿莫樣來帶跑 待會可以直接守應籠 他真的還是很會打 對 還蠻能推能拉的 這個球雖然有點受到擠壓 但力量還是有灌注在球上面 高的位置 劉基隆帶到了左半邊 來看一下球的落點 最後是在兩名野手之間落地形成安打 Rocky 7 幸運武神 現在站在衛泉龍這邊 對 這個球有點完全受到了擠壓 反而形成一支得個周安打 曾子佑跟王伯榮都沒有辦法 在球落地的那一刹那來到定點 打在球半比較細的地方 以為棒怎麼會斷 對 沒有辦法 曾子佑他後面沒有長眼睛 曾子佑沒有被江昆宇附身 這個江昆宇才附身 昆宇也沒辦法死 不過昆宇現在受傷了 先休息 休息 但這確實難度很高 因為打... 這幫被江昆宇掃到了中左眼方向 越過王伯榮的防線 二壘上的跑者現在要回來得分 球路滾到的球打牆邊 一壘上的跑者 繞過二壘 繞過三壘 也要回來得分 江振宇連續兩天都當英雄喔 三壘安打讓雙方現在回到了3比3的平手啊 哈馬欣的滲頭飛走了 張振宇連續四場比賽的安打 然後連續兩場的打點 哇 比賽回到原點 而且現在才一出局3的有人喔 你看喔 蔡惠也不太想投保重 直來直往的喔 但傑哥球對張振宇來講 確實完全掌握到了 張振宇這兩天攻防兩關都是高水準演出喔 嗯 而且一壘上的劉基隆 其實他剛開始的加速度就很快了 對 最主要是一口氣有辦法衝上三壘喔 明明希望九一連線 那也完全虛淺了 哇 打到這位置上 超前分就要回來了 連續兩次進攻 張祐銘都是用同樣的方式 敲出安打 這回帶有寶貴的一分打點 微熊龍隊在Lucky7棋局上 連拿三分 4米3 轉超前 這兩個打球 張祐銘確實是 展現得滿不錯那種擊球的能力 第九跟第一棒三分打底 嗯 說真的這根球已經掉得很低了 以紫薩球來看我覺得他位置真的是偷得滿好的 但打著感覺像 這兩次的攻擊喔 打結手環真的很好 張祐銘還沒到一壘的時候 就已經要休息室的海景了 我轉換差不多到比較中後半 就是想到左投手 右半邊的滾地球 越過了一二壘之間 林孝成在氣球上半 敲出了安打 終結了連續十一個打數 沒有安打的低潮喔 現在 衛泉龍是棒棒開花喔 哈馬身一下去喔 感覺像整條打線就活絡了起來 這也是龍隊在等耶 我們以前就很常講 換頭就是風險 嗯 那我覺得換 還是碰了一下 曾子佑並沒有辦法 能夠接到 而且前面的假動作 還騙到了跑者喔 哇 曾子佑居然能夠用出 這麼老油條的方式喔 哇 哇 懂完了 嗯 那最主要是這顆球 其實它幅度一開始來講 確實會讓二壘比 比較少跑者 以為有機會接 但是曾子佑的這個假動作 真的是 它的實機做得很好 比前一天 上個禮拜 杜宇峰在心中棒球上的假動作 還更有吸引力喔 來看一下 剛好它 這個彈跳起來的時間點 搭配著 跑者剛好 有達到很好的一個欺騙的效果 非常比較好 很多左打者真的 面對這種球 真的是沒話來講 一定的 一定的 今天就打緊就好了 那真的蠻累喔 要輪到 爆掉了 哇 這一棒撈到了左半邊 來看球的位置在哪裡 王伯榮還在退 完成接殺 不過三壘上呢 跑者要回來得分 不成問題 單場的第二隻高飛 犧牲打 可以給我今天賺了兩分打點 球隊現在5比3 這個打球 應該說 攻擊的車路來講 修正的很快 一開始揮到兩個偏地的壞球 形成球術不利之後 但剛剛這個出局 挑中一個比較高的球 而且拉得也夠深遠 要比他前一次的打擊 又更深遠 Giri Giro的力量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球 打得不是到天一點的位置 應該球棒比較細的地方 他還能夠扛這麼遠 過去大胖哥也是職業選手 如果以職棒拳